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了解下人见人爱的科鸡宝宝,威尔士科鸡犬,是食肉木犬科犬鼠哺乳动物。 威尔士科鸡犬名字来自威尔士与克西娇小只犬的意思。 从12世纪的查理一世到伊丽莎白二世,威尔士科鸡犬一直是英国王室的宠物。 威尔士科鸡犬拥有独特的气质,被人认为是会微笑的犬,有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。 威尔士科鸡犬是原产于英国威尔士的古老犬种,其存在时间有一千多年。 威尔士科鸡犬每天的食物量要适度,过多过少都不利健康成长。 每天的饲料中,应含肉类及等量的各种杂粮、蔬菜、胡萝卜等素食。 要定期更换品种,以确保摄食的营养全面。 威尔士科鸡犬本性友好,勇敢大胆,既不胆怯也不凶残。 寿命11-12年。 体部描述 体态 身高 雄性科鸡尖高11.0-12.2英寸,28.0-31.0厘米。 雌性科鸡尖高9.8-11.4英寸,25.0-29.0厘米。 体重范围,雄性科鸡体重22.0-26.5磅,10.0-12.0公斤,雌性科鸡体重22.0-24.3磅,10.0-11.0公斤。 头部,外形糊状,表情显得聪明,关心周围环境,不会有胆怯的感觉。 颅部颇宽并且耳肩平,额鼻架适中,夹部略浑圆,前脸面轮廓鲜明,使得嘴部逐渐变尖。 整骨到额鼻架中心的距离,大于额鼻架到鼻尖的距离,比例为五部分的颅骨总长度,对三部分的前脸面总长度。 眼睛,眼妥圆形,中等大小,不圆也不突出,烧成斜位,眼棕色,与背毛的颜色相协调,眼圆黑色,黑色是最适宜的颜色。 黑色充满表情,真正的黑眼睛是最不受欢迎的颜色,黄眼睛与蓝眼睛也是这样。 耳朵,尖硬,中等大小,逐渐缩小至浑圆耳间。耳朵能活动,对声音反应敏感。 从鼻尖穿过眼睛到耳尖交叉化直线,所形成的三角形接近等边三角形。 蝙蝠耳,小猫耳,大耳无力的耳,锤耳,位置太高或太低的耳朵都是我们所不希望的耳朵。 扣状耳,玫瑰耳或下锤耳都是严惩缺陷。 鼻子整个为黑色。 颈部,颈颇长,足够的长度使得整个身体富有平衡性。 跃成拱形,整洁,与肩部融合良好。 颈部太短会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,太长,太细或母羊状脖子都会影响全的品质。 背线,背部坚硬,水平,臀部既不凸起,也不会凹下去。 稍微浓密的颈部,背毛与略微短些的体毛交接,会造成肩后稍微有点凹陷,是允许的。 身躯,肋骨弹性良好,略呈卵形,长度适当。 胸身,在前肢肩垂下。 身体太低,会干扰运动的自如性,应受到惩罚。 俯视时,躯体向腰部逐渐变细。 腰部,腰短。 圆筒胸,扁平胸,肋骨缺乏弹性,太长,太圆形,都不符合标准。 前驱,小腿短,尽可能地直,肘部与身体平行。 骨量足。 肘接近身体两侧,不松也不紧。 肩位置自然,与上臂呈90度角。 后驱,强壮且灵活,后膝关节呈脚自然。 腿短。 骨量足。 从后面看,直不笔直。 脚,呈椭圆形,脚趾强壮,自然呈拱形,紧绷,两个中指略长,脚垫结实。 自然呈拱形,指甲短。 尾巴,短,很自然。 尾尽可能是短的断尾,偶然有宰犬天生断尾,这是允许的。 如果是长尾,尾巴上翘长度在5厘米以下是可以的。 断尾较短。 尾断尾,与背线在同一直线,自然下垂,不弯曲到背。 活动时举起并与背线平,休息时低垂。 尾过高或过低,均为缺陷。 不太运动。 不太自如流畅。 前肢伸展自如,抬不太高,与后驱的驱动动作和谐一致。 合适的肩部位置,加上合适的肘部动作使得犬能向前大步自如地行走。 从前面观看,四肢行走时并不在一个平行的平面上,而是稍微内收,以弥补腿短与宽胸的缺陷。 后肢伸展自如,并且与前肢位于一直线上,使得动作运行连续有力。 肤关节既不内收,也不外翻。 爪子的运动与运动路线平行,不能左右摇摆、交叉、相互干扰。 不连贯的短运动,身体摇摆或高抬腿行走。 来回行走时,步态太紧凑或太张开是都是不正确的步态。 本牧羊犬的行动必须敏捷、自如、对共识。 施格条件 缺陷 任何与上述各点的背离均视为缺陷。 任何身体或行为上明显表现失常之犬均为施格。 体型太大或太小,扣撞耳、玫瑰撞耳、下垂耳、上额突出或下额突出、绒毛起团、白色背毛,有错误标志或背毛青色。 性格特点 性格温和,很喜欢与儿童相伴,当然,儿童需要在成年人的看护下与他玩耍。 科技犬与同类能很好地相处,但却不能与其他犬类保持融洽,所以必须从幼犬时期开始,对他进行训练和调教,使他改掉这种恶习。 同时也要训练他不用牙和找撕咬家中衣服、窗帘、沙发、床单、被子等物件,训练他爱清洁卫生,不再有污泥的地上乱躺,特别要让他在规定的地方大小便。 早期的威尔士科技犬为畜牧犬,主要用来驱赶牛群,所以生性活泼好动,天生热爱运动,不能老关在室内,所以需要每天进行户外的大量运动与玩耍。 以保持其健康活跃的特性。 生活习性,行为特征。 本性友好,勇敢大胆,既不胆怯,也不凶残,性格温和,精力旺盛,容易训练,很快适应家居生活,会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。 但异患进行性视网膜脱落,血液失调,臀部发育不良和脊椎疾病。 喂食方法 每天喂食食物的量要适度,过多过少,都不利健康成长。 每天的饲料中,应含肉类及等量的各种杂粮,蔬菜,胡萝卜等素食。 要定期更换品种,以确保摄食的营养全面。 饲养方法 科鸡犬容易换眼疾,应每隔三至五天,用2%的蓬酸水为它洗眼,以防止眼疾发生,还应定期为它洗澡,清除耳垢,牙垢,修剪爪子等。 科鸡犬无体臭,一个月洗一次澡就可以了。 犬舍要选择通风、干净和干燥的地方,并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做一次消毒处理,以防滋生细菌。 梳理犬毛 威尔士科鸡犬的皮毛非常好打理,只需每周进行简单梳理。 梳毛要注意顺序,由颈部开始,由前向后,自上而下顺次进行,即先从颈部到肩部,然后依次背、胸、腰、腹、后驱,再梳头部,最后是四肢和尾部,梳理过程中应梳完一侧,再梳另一侧。 梳毛的手法 梳毛应按顺毛方向快速梳拉。 许多人在给长毛犬梳毛时,只梳表面的长毛,而忽略了下面的细绒毛梳理。 犬的底毛,细软而绵密,长期不梳理,会形成缠结,甚至会引起湿疹、皮选或其他皮肤病。 因此,在对长毛犬梳理时,应一层一层的梳,还要把长毛翻起来,然后对其底毛进行梳理。 繁殖年龄 种犬第一次开始交配繁殖的最佳年龄,动物都有性成熟的具体时间。 性成熟的具体时间并不是最佳生育后代的年龄,犬也是这样。 以中型犬为例,它们在出生后6-8个月龄开始性成熟,12个月体成熟。 达到体成熟,就可以交配繁殖。 这时,公犬和母犬虽然都有了生育后代的能力,但它们的躯体发育尚不健全,这时繁殖的后代也不会太好。 就黑贝,狼青,灵星,昆明犬等来说,其中灵星应该为灵体。 这时,它们的躯体才发育完善,也具有哺育乳犬的力,因此,母犬应在第三次发情期配种。 公犬发育定型比母犬晚,因此,第一次配种的最佳犬龄应在两周岁开始。 公犬的配种年龄从两周岁可以延续到七八岁龄,要想得到两种犬的优良后代。 配种前还必须加强种公犬和种母犬的营养,注意对它们进行适当训练和运动,不但要保持躯体健康,还要保持它们兴奋工作的积极性。 发情 性成熟的犬每年发情两次。 春季发情期在三至五月,秋季发情期在九至十一月,两次发情间隔约六个月。 认申期五十八至六十五天,每胎四至六至。 就母犬来说,母犬发情以母犬阴道流血为标志,阴道流血一般持续二十一天左右,但老龄母犬发情期阴道流血可能稍短一两天。 母犬孕期喂养要精心,饲料营养要丰富,数量要充足,任其自由取食。 还必须喂点软骨,青绿鲜菜,鱼干油等。 孕犬要有适当的活动,怀孕第一个月的母犬,每天可以进行专业科目训练活动。 怀孕第二个月开始,孕犬停止训练,不许跳跃,也不许参加专业活动,但每天主人要带它散步两小时。 活动不适当,对孕犬很有害。 好了,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,你是否对科基宝宝有个大致的了解呢? 如果你也想养一只科基宝宝,那一定要了解以上内容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,那就关注我吧。